齐哥那个心态软 最红的时候 是我考大学的时候 97年的时候 97年 那年高考结束之后 可以说万人空向 到处都是心态软 当时这个心态软依靠 那个时候我是反复的唱 是 我是当时 哇 出来的时候 简直是惊为天人 没有 对 现在也一样 而且那个当时演得太好了 那个喜剧之王真的 我们昨天有收到你们发的留言 就是想回到梦想的其实点 对吧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什么意思 其实一路成长过来 我们都在路上不断地往前奔跑 有人说我们可能回不去原来的时光 但是我们可以回去到原来的地方 重温那种赤子之心 然后让自己在这条路上 永远保有初心 能够很纯粹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那博之姐呢 你想回到最初的梦想是哪个阶段 我还是想要回去刚开始在那个圈工作的那个 因为我一出道其实我不是拍电影的 我是拍广告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的一个模特人 因为我拍完广告突然就变了女主角 就很感恩 就很有运气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转换自己的生活 然后没有时间去感觉工作的那个时刻 所以你想回到的是广告阶段 还是正好广告到拍戏的中间那个阶段 对 广告到拍戏中间的那个 如果是广告阶段 就让我们这有好多广告 对 就中间那个阶段 行 我们想办法完成一下 客栈正好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对面那个楼每天都会有 哇 变名字了 今天已经 那接下来上场的这位 他就是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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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� 我看上它 我就会上情绪了 我是第一次开战场版 变脸 好 不好意思 老师 因为我当年参加的是达人秀 现在把我逼到这个绝路上 谢谢老师 是你把我们逼到绝路上的吧 打扰了 打扰了 看你的表演有一种风潇潇溪 溢水寒 壮尸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 没有 我是真实地热爱这个舞台 老师 我知道 但是你不能不管别人的死活 老师 我能拿到帕斯卡吗 可以 你直接帕斯卡 然后直接可以回家 从后台打开门之后 不 老师 我现在心跳能承受得住 我戴上这个心跳仪 我可以 才七十啊你 接下来我来接受老师们的拷问 如果 你最忍受不了谢娜的缺点在哪里 最忍受不了她的缺点 你是不是看错题了 我感觉这题都不问题 没有题 你最忍受不了谢娜的缺点 我举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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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举报是看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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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杨迪 他是杨迪 这咋 好了已经问了 这个题就不问了 关我什么事 这是你的心跳真的加速了 你果然激动了 我就觉得越来越尴尬越错染了 做好准备 你有一道题是你最忍受不了谢娜的缺点 做好准备 104了 104 我问完了 对 我好想离开这了 好吧 很遗憾这位选手 请 你失去了拿到PASS 我觉得好委屈 我超过100的时候 纯粹是张老师她那个 问错的问题 我从头到尾没超过 我是激动的 你们做题 对 纯粹是张老师自己 这位学员 你平复一下心情 欢迎明年再来 这个选手你要接受这些后果 你要接受 张老师跳行提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